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才50岁就放下台湾的一切 带七小道加拿大沿泉岛享受人生 透过部落格 朋友们都好羡慕 他这么年轻就能拥有天天享受 大自然的美好生活 万万没想到 去年底的一场全球金融风暴 他看到很多人因此丧失斗志 甚至家破人亡 刺激陈建玉又重出江湖 回台湾出书 这本赢再不可能 就是要激励所有有梦想的人 不要轻言放弃 美好人生绝对可以靠自己打造 曾经在唱片市场 叱咤风云的陈建玉 曾经带出许多网牌业务员 退销对他来说是很简单的工作 就看有没有心 在退休之前 他最常和客户交流的是黑胶唱片 还开了一家旗舰店 有顶级的视听设备 和到欧美收购来的 15万张黑胶唱片 引导客人和他一起找回过去类比的真实感动 黑胶市我们一直在看到报导上会看到说他是最好的姻缘 他声音是最好最自然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我本来我也不知道 我是因为接触了 然后去听他 然后怎么是这样子 然后我每天听 哇实在是太棒的享受 可是那么多人都不知道 我才开始去研究他 当我研究他才知道 哇应该市场是这么大 潜在市场这么大 像我做调查 每个人都说我不听黑胶 我没听过黑胶 我根本不会听黑胶 可是等到我请他到家里去听 我开始放给他们听 就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想要听黑胶 也都想拥有 为什么 因为他过去不知道 那我想这么好的东西 一定要有人来让大家知道 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就是陈建玉做推销的热情活力 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准备要退休了 而他也真的在工作满30年之后 如计划的抛开一切离开职场 他变成一个不必再为金钱 事业忙碌的生活家 人称敬嗓的陈建玉 到加拿大沿泉岛 为自己取名为笨脑 晴雨写部落格和朋友分享 人家说种瓜得瓜 回台湾前他种了小黄瓜 经过一个夏天 却变成了大南瓜 而他种了莴炬 经过三个月 却变成圣诞树 这一切对陈建玉来说 都是新鲜的体验 但是没有过去的打拼 怎么能有今天的享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拼